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劳基法修法以后,民进党面临年轻选民的反弹,总统蔡英文接受专访时回应,我们也觉得很痛苦啦。 进传媒专访蔡英文,并询问对于劳基法修法以后,民进党年轻选民很大反弹,如何看待此警讯? 蔡英文解释,民调第一是针对劳基法修法,这修法过程中让很多年轻人有这样感觉。 我们也觉得很痛苦啦,年轻人希望能做到八九十分,但他替中小企业留些空间,因此他们觉得做得不够。 但这两年政府在劳工权益上做了许多事,未来有能力,我们还是会继续往前做。 蔡英文说,七修一虽然很多人批评,但他们来回,几番周折后,七修一变成社会遵守原则, 只有在例外情况下,要给业界一些空间,甚至轮班间隔十一小时也变成法律,这些以前都没有。